在刚刚过去的520 女神林心如 仁爱霍建华 可谓成为今年娱乐圈的一枚重爆炸弹 恋情曝光后 两人在过去的种种恋爱迹象 也被网友宝宝扒了出来 早前两人一直是朋友关系 而据传 两人从朋友发展成恋人的契机 正是在今年1月 林心如的40岁生日party上 当天和林心如传出绯闻的言成旭 原本也有到场 并准备了礼物 却因为提前离场 让晚到的霍建华 逮足机会表白 据悉 在这场生日party上 霍建华匆匆赶到 送上定情手环当作惊喜 更是一道场就被各种灌酒 由于老干部有着酒后 便超级赛亚人的体质 于是大胆表白 两人便从朋友上升成了恋人关系 而心如姐 最初和言成旭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2015年底 两人还被拍到 有异于普通朋友的举动 但由于自己常在外地拍戏 两人无法经常见面 因而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在老干部霍建华一片诚意打动下 最终和他双宿双飞 黄鼓楼新闻 Whatever 祝心如姐和老干部 天长地久 发达